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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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些確診人士 拒絕配合入住飼飼飼飼飼飼遺施 可能會觸犯了危防公職人員的罪行 是可以被罰款5000元或者是监禁2个月 如果这些确诊人士在隔离的期间离开隔离地点 你有机会被罰款5000元和判处监禁6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照顾不同需要的人士 我们保安局是安排食物方面 每天会提供含有蔬菜肉类和清真和素食款式以供选择 我们也是安排了外判的清洁公司 在各个隔离设施里面加强消毒和清洁 以及确保在洗手间里面有足够的消毒和洗手液 为入住的人士作出一些比较特别的安排 例如提供一些免费的报纸 给他们是免费去浏览不同网上的娱乐平台 为小朋友提供一些玩具 和透过电讯公司加设的5G网络覆盖 以及赠送一些免费的本体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想说由于今次疫情的严讯和每日个案的量 是数以百倍多于以前我们最高峰的时候要处理的个案 所以无论是安排人士进入隔离设施 支援在家居隔离的居民 照顾进入隔离设施的居民 都是有完善和改进的空间 我们发了隔离设施的隔离设施 我们发了隔离设施的隔离设施 要求你进入隔离设施 你不能说不进入隔离设施 我们日后会设施这个执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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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